晚安 晚安 Sorry 今天也遲到了 GOMEN 而且還有紅包耶 但我不能搶 晚安 晚安 我也好想你 晚安 加入特晚安 今天忙 有一點點 晚餐 我吃完了 有點飽 元爺晚安 謝謝送我紅玫瑰 吃飯了 吐司晚安 真真想你 我也想你 不是自己煮的 是外面買的 今天吃炒手 紅油的炒手跟 香菇乳肉飯 乳肉飯 冰車寫晚安 M先生晚安 謝謝雷君的事業草 好 露卡看我推了嗎 有青椒舞 我知道啊 謝謝雷君的想要講 很可愛耶 我是佳奈推 青椒體操 該cover 我應該先cover 我應該先cover Pierre 可是我沒有綠色的衣服 我今天就是聽抖音 他就沒開抖音 然後就看到 油馬加奈的那個舞蹈 覺得好可愛 而且不難 對 只是就是唯一 缺點就是 我沒有 綠色的衣服 阿比晚安 想聽你唱 什麼是喵喵喵 請教我可愛 筆題超簡單嗎 不一樣的簡單 瘋狂拍抖音嗎 其實我還是不知道要怎麼編 所以 上面有影片的 我還是不知道怎麼做 一個是比較累 對 而且 Pierre用的有一個動作要做下 我不知道要怎麼拍比較好 要展示出來小佳奈的兒童感 佳基山哈囉 用APP就 是哪個APP啊 就是上次有人跟我說 可是 好像都 不是那個 就是前提一定要先下載 一個影片 只是那個影片我找不到 而且 從Youtube下載不就是違規的嗎 大家都這樣下載嗎 我也不知道 晚安 晚安 今夜お疲れ様 啊 そうそう Janiさん 說了 我沒有想像 謝謝阿比 送我 叫我 劉玉婷唱給你聽 晚安 朱倫晚安 筆記兄晚安 韋露晚安 沒有營地就還好 也不知道 你從哪下載 對啊 有錢晚安 有錢晚安 Erik晚安 走開啦 柏翰晚安 謝謝大家的相遇 Erik晚安 Sem晚安 走開 秋日紅晚安 她們都有開放一定的二餐規範 本獎又來了 よく知ってるね 一人すごい日本語 絶対台灣人 不是日本語 有些人 可能是Jari Jari 晚安 但我真的 終了之後 就知道 早安 Kris 晚安 寶寶很可愛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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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來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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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回家嗎 Ab Moi 還在台灣人嗎 是嗎 威樂 好想 夏拉芳 啊 現在東洋空間嗎 啊真正 很久了 這個時間带有什麼東西嗎 有什麼東西嗎 有什麼東西 台灣怎麼回事 我朋友的朋友 26時 所以我還要等待 那麼久嗎 那麽9萬 2週間多了嗎? 大多了 但是現在都可以一起去的感覺 原本是當初的那樣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 7日還是8日來 我們去喝酒 二人一起來 等一下 翔哥以外的人 上次不是有我的甜甜圈 不是說泰蘭來的時候你們會請客嗎 怎麼只有翔哥陪他 怪那天可惜我有冤 要上班我確診在家休息 真的喔 好吧 不是那天中午晚上我隔天要上班怎麼喝 7號到18號 喔 對 十一日吧 但是我也是這樣 對 肚羊羊嗎 羊羊 晚安 泰蘭泰玩獎又來了 他可能想要神秘感 對 對 但是蛇医羊來的說 他可能他也會看見到他 那時候 我一部的粉絲人 都在地面看見到公園 不然就是 泰蘭泰灣長友來 我公園買三層 我兩層身體不舒服就沒去 喔 真的喔 哇 辛苦你了 結果是確診 我去公園的時候9號 就是平日 大家應該來10號的吧 欸 但 嗯 對嗎 喔 嗯 10日後多了嗎 對嗎 你你晚安 不然就帶她去比遊戲還刺激的地方 怎麼這樣啊 6月9號我也有去的一場隔天就發燒 喔 原來如此 對 她想說我有看到你 但是 四個字的南馬就行一整套收到 耶 4月 嗯 甜點 欸 糖果哪個 喔 關盒晚安好久不見 還好沒有被卡丘傳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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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我已經剪瀏海了嗎 路卡這邊的瀏海我沒辦法剪 對 謝謝送熱氣球 我這邊有剪一點點 但也沒有剪很多 然後我今天沒有畫眉毛 所以不要 大家不要看我眉毛 呵呵 我那是一排中間 對對對 看中醫 這個禮拜天應該沒什麼 醫院有開吧 還是很漂亮 笑笑晚安 無緣道徒晚安 好吧 x4 今天 欸 眼前來就很失笑 是嗎 스� instant 什麼事 啊 嗯 啊 對 那是 那不片 那邊 心裡 我沒有一次 最初 但我自己的粉絲 這都看起來 欸 哈哈哈哈 欸 哪個場面 啊 でも 那個白鼻的眼光 那個 最初 看不到人 大大我粉的人 大大大顏色的顏色 哈哈 そうそう 不要畫眉毛啊 你要看眉毛 其實現在就看到 就眉頭這邊沒什麼毛 讓我看看 不要 去晚安 去國術 國術館禮拜天有開嗎 久旦換髮型 認不出來 幸運晚安 志祥晚安 沒事啊 瀏海擋住 無期無期 挖苦挖苦 可能因為坐在地牌那位 平常都在三天的關係 國術吧 7月1日から新しい会社で仕事 なんだけど 様子見てまた見に行く 啊 そうなんだ じゃあ なるほど ok ok 7月1日ということは 啊 もうすぐ あと10日以上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あ 今必要去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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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もね そのおかげで 私に会いに来たわけだからね ね 等等還要上班好累 加油 他換工作期間來台灣玩 再鎮三天又可以放假 寂寫的夏休息とも言う ていうかさ ジョナサンと何話したの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中国語ですか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中国語ですか ヘンスト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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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改時間啊 等一下喔 沒有 我是剛剛交直播表 等一下 我回來了 沒事 但是 碰姐又在搞 又在搞事情 天主屬車車嗎 因為碰姐每次爬出去 然後把車車都掉 就是一定會 他們一定會掉地板上 對 所以我懶得去撿了 我已經開始暑假了 可以嘗嘗看路卡 你下禮拜什麼時候直播 我還來得及改嗎 應該來不及了 沒關係那幾天我都有約了 熱騰騰的直播表 不過我也要出去玩 那現在還來得及 跟姐姐說剛剛那張寫錯 沒有 我之前就是因為講完之後 又重新填 結果 就是FB上面公告的是 就是之前的時間 所以應該是來不及了 所以之後要改的話 就是用限動改 對 我會發限動 跟同學吃飯 改成每天直播 我以為是要去免費的那個 免費的那個是什麼 你們要排在假日喔 有一天 只是禮拜四 我們好像沒有拍 有點忘記了 換講把櫃子裡面的東西 對 TP花心晚安 但我覺得一起來看冰雪奇緣 光河晚安 跟Luca都在其他成員發的MV側拍照裡面 偷可愛 要來去先弄改 什麼聲音啊 等我一下喔 什麼聲音 Won-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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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様聲音啊 Won-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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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音啊 馬上 Won-chan Won-chan 什麼聲音一直聽到KiKiKi的聲音 但我不確定是冷氣還是別的東西 14、15、16で調査にららてみたの 14と16が原菜 雨降ってたっけ 降ってたような気がする マジか アリガンの姫ちゃんを見にと感じるかな 梵ちゃん剛剛在船上 電風扇不是啦 我們家電風扇早就壞掉了 對 我已經洗完了 可能是有一個小記憶在你 我後面笑 就算沒有電風扇了 對對對 沒關係 因為我從一個月前就一直被說 有家趕快開電風扇 我的電風扇已經壞掉了 然後下一次直播我說好熱 別人又跟我說趕快開電風扇 我說我們家電風扇壞掉了 然後下一次直播也發生一樣的事情 對 我幾乎每次都跟粉絲說我們家電風扇壞掉 不是去年就壞了嗎 對呀 所以都有開冷氣嗎 因為上次我那個是濾丸嗎 是還沒洗 所以就有點臭臭的 然後今天終於 終於可以用好好用冷氣 每次直播要問的問題開冷氣或開電風扇 對 我剛才現在一直說可能是電氣壞掉 現在變成一個梗了 因為沒想到你可以撐這麼久 最近太熱了最省錢就是電風扇 沒錯 是沒錯 直播SOP晚餐吃了嗎 吃什麼電風扇冷氣 對 但其實我一開始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問我晚餐有沒有吃 有沒有吃飽 但我後來發現在台灣 有沒有吃飽是一個 一個打招呼的詞嗎 就是 台語不是有吃肉嗎 對 就有沒有吃飽 可是吃肉在日文不是打招呼 就是 就是 就日本人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這個人突然問我 有沒有吃飽 這樣 這是親切的問候 彎右起手 台灣的關心法 對對對對對 日本不會這樣關心別人 吃飽有點像是朋友問候 那日本人怎麼打招呼 日本人就是 喔 你好 最近好熱喔 喔 或是什麼 說 這個 現在 現在冬天了 太陽下上了 怎麼這麼快呀 對呀 對呀 我是跟別人說 麻煩跟誰 麻煩跟你家人說 請多指教之類的 誰誰さんによろしくお伝えください 之類的 比較多 客套話嗎 還是聊天氣 最近好熱 家裡天不在好黑 好啦 次回晚安 朋友才不會問吃飽沒 不是都問怎麼還沒死 吃不吃 欸 怎麼會這樣 欸 那如果台灣人啊 被問吃飽不欸 如果你真的沒吃飯 你會怎麼回答 你還是會說 吃飽吃飽這樣嗎 今天天氣真好 啊 直接說還沒喔 因為你如果是還沒吃飽下一句 可以問說要不要去吃飯 喔 喔 我們朋友問 互相問候也是 說怎麼還沒死 呵呵 說喔 我要死 就是最尷尬的是 他們 他們問我 呃 假bub的日文怎麼講 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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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根本不是打招呼啊 就 就有一種 就有點怪怪 想說為什麼要問這個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我會說還沒吃可以跟你吃嗎 直接 總結這個問題 還沒你要請我嗎 啊 啊 なるほど好像可以喔 叫bub也還沒啊 你要送我吃的嗎 我們男生都造詩回 吃了就吃了 還沒就回還沒 還沒你要請客嗎 直約了之後還有就這樣 但 他 integrating 要不要以so 還沒用 那種的沒有 我受不了 或是我不餓 了解 就是對日本人來說突然被問我 有沒有吃飯 你有吃飽嗎 有一點像 你有喝水嗎一樣的感覺 還沒啊朋友啊怎麼這麼可憐 直接回下次約下次約 看跟對方熟不熟 說下次約旦永遠不會 我還沒 朋友減肥喔 然後真朋友可憐那邊圖要不要吃點 一萬萬對方吃飽沒 也能知道對方滿不滿 第一次你也親切的 親戚就像是正常吃的 那樣子 那樣子呢 但是有點不一樣 那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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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應該不一樣 那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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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會不會瞞 每次還可以關心一下對方瞞什麼 我正常吃 我正常吃過 我正常吃過了 就悲哀 那在日本真的好朋友 不客套的話會問什麼 也一樣 有天氣嗎 可能直接問最近過得怎麼樣 吧 日本的 真的朋友今天挨拶 好早 有沒有睡吧 可能會問 但這也不是打招呼 就是 不算是打招呼 但是可能會問的東西而已 挨拶ではないよね 最近どう? 最近どう? 昨天はよく眠れましたか? 挨拶ではないよね 質問の一つ 對 可是這個也可能 我剛剛說的有沒有睡飽之類的 最近過怎麼樣 對我們來說 還是不是打個招呼 就有一點 真的不知道要問什麼的時候 要問的那種問題的感覺 對 那京都人問翅膀梅是什麼意思 嗯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京都人 朋友不是都問對方怎麼還活著 日本人不會這樣講話 對方 對方說的 昨天はよく眠れた 昨天はよく眠れた 家族とかに対しては親戚に対して使うけど 挨拶ではないよね 挨拶ではないよね 這個 的確不會 可是聽說台灣人會 就是剛開始就會聊股票的事情 就是剛遇到可能會聊股票的事情 路卡下禮拜忙嗎 還好 問股票對方會很傷心 好多車輛都出國完了 對啊 可是這時候 機票 不便宜 吧 我也覺得沒有特別感覺太甜 不會問股票嗎 日本現在經濟好 讀會一開始就問這個 剛遇到不會聊股票吧 我遇過有人第一件事 問對方薪水 這個確實蠻奇怪的 但我結記憶票怕爆 台灣人不太 對就是 對這是真的 日本人可能也不 有些人可能不會問 你現在的什麼 就是 那個 薪水多少啊 或是住哪裡 那邊的房租大概多少啊 什麼的 對 一般是不太會問 但是我是還好 我都會直接講 對 あんまり聞いちゃいけない って感じだもんね まあでも私は 聞かれたら言うけど そんなに お金に対して 別に隠す必要もないし うん あその 会社の秘密とかは言わないけど その そうそうそう 今の家賃はどれくらいなんですか? って聞かれたら まあ まあその ファンの人の前では言わないけど 高校のね もし友達に聞かれたら 言うかな 大学生就是每天都是每一千萬 我都沒關心 大学生は普通に言うって 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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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でも 関西の人もそうらしい なんか その辺はよく分かんないけど その そこまで そのお金に対して お金の話題はそんなに 日本人ほどちょっと デリケートな話 ではないみたい そう いやでもね 私は メンバー メンバーとかのさ やっぱり給料とか気になるけど よほど仲良い子じゃないと 聞け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そう まあっていうのはある だから その ルカと跟成云聊什麼 我跟成云聊什麼 就是 我想一下 我跟成云聊什麼 想不到 聞いた先にたぶん幸せな未来ないと思うに 確かにね それはあると思う そう 別にね どっちが稼いでるから だからなんだっていう話だもんね 別に相手の方が稼いでたから 相手の方がいないとか 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し 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し 聊帥 噢 這個確實沒有 感覺你跟成云好像 沒太多共同話題 噢 這是 這是真的 像是音樂 音樂就真的很少 頂多小 小弟 可以 想像是音樂 看 好像一样 真的 真的沒什麼共同話題 最近遇到大學同學的第一句話 都是 擬判了 感覺成人就很像同事 噢 對啊 就 就 同事啊 嘿嘿嘿 或是 班上同學 噢 不是 班上同學 就是 是社團同學嗎 小迪都聽英文歌嗎 應該不是只聽 只是他聽的有一些英文歌 跟我聽的有一些英文歌是一樣的 我都跟同事聊這季什麼日劇 上班後同事下班不認識 我的確下班後不會跟成員聊天 就是用Line音啊什麼就不會 其他成員我就不知道 我是不會 就是不一定特別熟蠻正常的 對啊我們來這邊不是 對就是不是為了交好朋友 對就是工作 宜珍 宜珍已經離開一年多 我怎麼可能會 跟她就是常常聊天 對啊 雖然晚安我也不會跟同事聊天 對嘛 通常下班還聊都是工作的事情 不是來交朋友的 打工人Luca 下班會想休息吧 平常都講這麼多話了 其實平常也沒有講很多話 宜珍差不多都要回來了吧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她有沒有什麼時候畢業 你可以問宜珍最近過得怎麼樣啊 偶爾會問啦 但也不是常常問 可能幾個月一次 就是她說她可能就是 這個月她會回來一點點的時候 可能會就是聯絡這樣 通常有禮異關係的都不想生假 第一次進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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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科ちゃん浦島太郎状態耶 XD 今竜宮城上也在家裡 所以回到後 二季生也不一定 上一期生也不一定 可能很不在 感動了 對嘛 怎麼講 如果怡針念兩年應該明年初回來吧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畢業值的是學業 禮異關係 我不是不懂禮異關係的意思 我是不懂 我跟他們有禮異關係 這樣 對 就有點 啊 利益關係 像是 對我來說有利益關係的人是 哪一位 對 我是想不到 成員間應該沒有吧 跟同事之間都有吧 有嗎 利益關係 就是要對方或是雙方有 雙方有好處的 像是什麼 應該是指大家都是金正關係 我 我是這樣認為啦 但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你沒有特別想這樣很正常 對方 只能跑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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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們跟Luca就是異議關係 就是類似搶一個工作機會 那我可能想的事情跟你講的可能不太一樣 對 因為搶一個工作機會 這應該不是利益關係 這應該是競爭關係 第一關系 對我來說的 就是 感覺就是 現在是 假如 我IG現在可能有十幾萬 然後對方也有十幾萬 然後就是 我們一起拍REAL 然後 兩個都是從同時 就是同時發的那種 對 反正就是那邊 他那邊也可以 就是標記我 然後這邊也可以標記 對對對對對 那種感覺 這種的話應該有 只是 我跟別人有利益關係 我是真的想不到 像你是什麼 我不覺得有人會 有的成員會 就是 跟我相處就會有利益關係 Echo晚安 你是說某某跟小迪嗎 對不起我亂講的 所以 跟其他成員 我剛剛講的跟其他成員沒有關係 對對對 欸不是亂講 我剛剛講的是假如而已 對對對 對對對 但其實你們都有雙方可以 我認為是 沒有 沒有嗎 那應該我們只是單純 只競爭關係 嗯 所以想說我剛剛 突然想說 怎麼會是利益關係 就是有點不太懂 哪 哪邊會有 利益 好 是啊 其實 好像 雙方 是雙方 雙方 有雙方 雙方 是雙方 有的 雙方 但是 是雙方 那 是雙方 我還是 不太 對 是雙方 我自己的利益欠缺乏自己的利益 我跟仲良好的人可能是不可能的 可能是这样的 应该说没有人会 没有成员就是想要我 我身上有的利益 然后跟我想要单朋友这样的人 是不是台湾的利益跟日本的利益不太 没有我其实不太懂你刚刚说的利益是 什么样的 是指什么利益 听起来有点哀伤 利益就是好处的意思 怎么会想到这里带人世界好复杂 名词定义问题 那应该我们只是单纯 嗯应该是吧 我是这样想 我的你的意思是说没有成员会因为想获得你的利益跟他 对对对应该是没有 嗯 我也不会就是想要其他成员的利益 所以跟别人很好 对 我是不会啦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我是不会 大家都很正常的互动 应该是 对有些人说不一定会 有些人说不一定会 对 但我是不是 利益关系是指 特指没有利益就不会互动的关系 跟别人流量也算是利益 哦对对对 但是 呃别人流量 对 可是我 我 我的IG流量又没有很高 对啊 对我刚刚说的是IG 但是我 因为其他的我真的想不到 粉丝吗 粉丝 嗯 嗯 我也不知道耶 会不会有人就是想要太想要挺我们的 太想要挺年圈所以跟我很好这样 但我觉得应该有吗 嗯 我想获得露卡的利益 例如很多碰莲 没事啊不用想太多 呵呵 呵呵 搶不走吧 有可能啊 嗯 对啊 但 目前啦 我身边应该没有这样 的 人 呵呵 对 也有可能我 没有我一定会发现 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一定会 感觉到 但是应该是没有 目前 呵呵 那之前有吗 我不知道啊 呵呵 我是露卡的人不能讲 想要体验圈我可以跟他 可以买给他吃的 露卡很聪明 呵呵 但是对啊 但是像是组CP 确实 确实可以让 另外一方的 成员的粉丝也可以 同时了解 我的存在 对 想要做完 而是是我 解决的 聪明 正在 生理 成员的 好 是 不 不 不 在CB上去做了什麼事情呢? 例如C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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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組合員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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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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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可以聯播 也是一種方法 但也是要自然而然 刻意的話自己可能會很累 對啊,讓更多人認識你 如果她都搶到我的心 沒有人可以搶走 如果真的就是好朋友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對 想增加一個話題性 像是之前伊林找你拍影片 算是一種利益嗎? 可是她也不是只找我 啊 塑色組的比較慘 臉部 首先說我不喜歡 臉部 昔小孩很喜歡 我對她好喜歡 但她不喜歡 所以她不喜歡 但是她不喜歡 她不喜歡 因為她不喜歡 D.D.的粉絲 我是不許 聯播看了就會很累 如果可以跟PON講聯播就好了 沒關係其實我也不喜歡 我跟誰聯播過 哦、宜貞 好像有 哦還有那個 美玲跟雨玲 哈哈 我現在突然想到 她要說幫我想我的中文的catchphrase 然後我想聽我想聽 然後她們表演catchphrase就直接關播 可是依林昨天才說 你是她的理想女友類型或小心一點 什麼意思我要小心什麼 我該開心吧 依林這個想外蛋確實因為跟你拍real 讓我看到她 我比較希望整個畫面都是路卡 直譯中文超莫名的一點問號 以我想知道中文的自我介紹 依林不只說路卡吧 應該 不是只有我 雅圖斯被依林搶走 她們只是想跟你分享她們的創意 她們說講完然後就結束 你還真的不算常連播 連播的直播真的看得很累 對 就是一次要聽很多人的講話 對 喵 對 就是因為我 如果要連播的話 我一邊要顧粉絲 一邊要顧就是連播的對方嘛 對 可是這樣我沒辦法 所以通常連播的時候只能 只能顧對方 應該說只能跟對方聊天 好剛好路卡也是我的理想女傭 耶 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你做菜 嘿嘿 只是我很不會打掃喔 真的OK嗎 連播通常我都掛聽 而且連播就不太能看留言 因為連播主要變成看你跟成員的互動 喔對沒錯 我們比較像在看成員互動而已 好厲害 可是我對其他詞也沒興趣 我也要路卡幫我做菜 依林比我想要幾歲 我突然想 是不是差六歲還是七歲 我也要路卡幫我做菜 沒關係我少 你只是需要一台掃地機器人 打掃是吧 這個我才 我才行 我可以幫你修點風扇 欸很好耶 我最會掃地了 路卡講的比較像 這是怎麼唸 女僕嗎 好像不是 一個做飯一個打掃很棒 六歲 不要想比較好 今年二十一 女傭 買一台新的就好 大家現在金正關係了 你看對不對 可是粉絲跟粉絲確實有利益關係 你壞掉還留著喔 對啊 不用修我直接到你的電風扇 喔銅燈 銅燈會有利益關係嗎 欸搞不好還是會有 粉絲跟粉絲沒有利益吧 我覺得有欸 情報 如果對方有什麼情報啊 或是 情報 不是 就是 情報 情報 是中文 應該是情報 可能會先知道 什麼TV的有一些新聞啊 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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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啊什麼的 什麼的 有內幕嗎 之類的 RUKA今天吃了一個冰淇淋 我今天其實吃 巧克力蛋糕 雖然我很少吃 RUKA的個人情報嗎 那那那是只有妳在查而已 哈哈哈哈 那個不太算 因為不是正規的情報 沒有內幕耶 喔對啦 就是很難 但我覺得大家都很好 都會分享 對對對對對 沒錯沒錯 來我的眉毛 有些人也不能講他喔 我覺得 這樣 講得勒 今天好像變態一樣 我指的是妳今天直播說 晚餐吃了什麼 好扯 對 今日何食べた 好きな本は 遊びに行くなら どこに行くの 我今天什麼都沒吃 哈哈哈哈 那個是秘密 不管別人問我什麼 我會就是 淡淡的回答 哈哈哈哈 何も聞かれても ラリクラリ 根本是生犯有關我一緒 水晶茶 何それ 啊 知らない えっとね 夜遊びのアイドルっていう歌詞 呵呵呵 アイドルっていう曲 今日何食べた 好きな本は 遊びに行くなら どこに行くの Ruka要cover嗎 可是這首好難 好麻煩 有點麻煩 對 之後有機會再cover 想看Ruka点小蘇打 哦 JuSou的中文竟然是小蘇打 天才少人 而且沒看到Ruka的cover 對 我好久沒唱歌 我也想看青椒 但Ruka後面 穿青椒妝 我真的沒有綠色的衣服 之前買的那個洋裝好像是綠色 可是 我沒有青椒綠的衣服 真的不cover嗎 情緒 清樂Mode 要買給你嗎 不是綠色也沒關係 紅椒也可以 我去租青椒穿給你 我去租青椒穿給你 女優宣傳那間穿綠色 沒綠色是把螺線買一套給你 下次生日會就穿青椒 下次生日會 下次就沒有布丁的哭哭 十月是不是只有兩個人 真的還好不是變一個人 下次生日會好久 對 我省會吧 我省會穿青椒 下次說不定有四期啊 等四期 下一店你又老一歲了 搞不好有新的四期生加入 我不希望太多四月 哎呀 我不希望太多四月 但也一兩個沒問題啦 對 可是四個已經其實蠻多 信息隨便的不重要 因為分的錢變什麼 不然勒 為什麼會穿青椒 聽起來完全沒有刺激買氣 你要變成四月生日會的reader OMG 7月很多 可是7月不是分批嗎 青椒專是旁邊的吉祥物 旁邊的吉祥物 你是前輩了 因為Mina卻問過四期生沒有羅里 所以九蛋沒興趣 喔 因為這次的年紀好像就是 最 那個叫什麼 可以報名的年紀 是不是最小是14歲還是16歲 有點忘記了 對 我記得好像沒有比小羽小的 一個月兩三個就好了 太多我會很難買 多一點位置 是 嗯 嗯 嗯 就是旁邊的那兩個青椒 才叫青椒裝 只好是月份兩場 14不算羅莉嗎 我的羅莉的標定義是國小 一下 嗯 14應該不是 14就是青少女 可是30幾歲的男生 如果喜歡14歲的女生 他可能是羅莉空 我可能會嗆他羅莉空 哈哈哈哈 對啊 就是看情況 看情況 你的定義算蠻正常 小羽現在 現在剛好12了嗎 喔 他要生國中 羅莉前輩有馬 羅莉先輩 12歲一下就是劉家的羅莉 就九蛋吧 像小羽太高九蛋就不喜歡 小羽比路卡高了嗎 他現在還是比我 愛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會長高 嗯 他一定比就是跟他同歲的女生還要高 嗯 對啊 我覺得啦 小羽好像156 欸 他那麼高嗎 OMG 快比我高耶 而且他頭這麼小 他的頭真的只有這樣喔 你們應該有看過吧 就 哈哈哈哈 他是身材比例 我覺得非常好 他應該會長跟宜貞一樣高吧 這個的話可能不會 因為我後來聽 有可能等一下 國國跟宜貞他們好像國中就 已經很高 我不知道 搞不好跟小弟差不多 兩歲 詐瞳 才是女子 富大小 是まだ小学生 在中學上 離上 東難 香港 身長 156 sinks 而 身体的肌教育 身体的肌教育 体的肌教育 但是非常好 可能是高一些 非常高的重量 年来音樂 是否把自己的肌教育 那孩子很聰明 年去年 我是小学生的 女生在圍下 是否 一般的小學生不可能那麼可愛吧 我小時候也沒有那麼可愛 他小時候就那麼可愛長大後 不知道變成怎麼樣 真的好期待 他真的好小朋友很像妹妹 不過不管他身高多少 我還是會喜歡你 什麼意思 他可能跟小妹一樣身高異形 そんなことないよ 你連明明也很想你沒這個說人家很想 他是真的 他的頭很小 真的真的只有 可能只有這樣 你小時候一定更可愛 沒有沒有沒有真的沒有 露卡發一下小學的照片 我小學的照片之前 我大學的時候發過 他們都說我很像日本小男生 對 露卡之前只有發幼稚人 對 為什麼我要跟他比較 你的臉大也算小 不大但是沒有他真的太小了 真的好厲害 我人生中第一次看頭那麼小的人 也有可能是他是因為小孩子 所以這樣 可是他的 他除了頭以外 他就是不太像小朋友的身高 對 所以很厲害 蘋果頭 蘋果山只有高三公分而已 對 就還是要看他 對 看人啦 對 露卡小時候一定 可以 聽說小時候 像男生長得我也可以 喔是這樣嗎 我小時候皮膚很黑 然後 嗯 就是還有 這邊 嘴邊肉嘛 不是 臉頰還是有很多肉 嗯 然後頭髮也 不夠長 就是 可能就是這個長度 對 對 會當偶像明星真的頭都比 頭都要比 普通人小一點比較長近 對 可是 如果只拍照片的話 看不出來 他的頭小 對 就是 可能跟 就是跟其他人一起站在那邊 就是 真的會發現 我的頭怎麼那麼小 哈哈 如果再發出來 不要不要不要 嘴邊肉也很可愛 但是 那男生小時候長得像女生 那 嗯 以我的經驗來說 男生小時候像女生的男生 長大後 不一定 像女生 但是卡媽幫你打扮的問題 喔也是有可能 對對對 有可能 也就是 也就是長不合一紙 車車臉 夏日整體都瘦瘦 單看比例就還好 嗯 什麼意思 小時候 就像女生找我嗎 男生像女生應該會蠻帥的 花美 男生長大都歪掉了 嗯 對啊 什麼樣 對 長大都歪掉的人也蠻多 什麼意思 我小時候不管去拿都被叫妹妹 喔 但是這個其實有原因 有些男生跟女生就是看不太出來 他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通常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是女生 被說弟弟 就是 你一定會很難過 然後爸媽也一定不爽 就是 你以為我們家的妹妹不可愛嗎 這樣 所以就是真的 不太知道的時候 我們都會叫妹妹 這個時候那個男生會覺得 喔好吧 好吧 我可能就長得可愛一點 這樣 哈哈哈哈 他的意思應該是小月很瘦 所以 單看看不出頭小 喔 是是這樣嗎 喔 但是還是看得出來比例好 對 長得都壞壞 沒關係我從小歪到都 歪 從小歪到大都習慣了 不知道先叫女生 對對對對對 不知道就先叫女生 長得這麼可愛 真抱歉 可愛 不得 抱歉 那個像小朋友絕對沒問題 喔也對啦 我以前真的超白 是皮膚的問題嗎 還是你是不是以前都穿那個 你姊姊 你姊姊 你姊姊剩下來的衣服 露卡要賣那個cover了嗎 就我不會跳 超可愛的 抱歉 生成了 對啊我都穿我姊的衣服 對還是會開衣服 就是 就是真的有點怕 對啊 她雖然長得很像男生 可是都穿女生的衣服 那是不是她是一個 長得很像男生的女生 這樣叫她弟弟還是妹妹 喔到底哪個比較好 那就叫妹妹 你不是 對這時候有點感冒嗎 對啊 現在已經習慣了 有點被洗腦 其實她是女生 內心性很多 小聚禪很多 對啊對啊 真的不能 不能 把妹妹叫成弟弟 對 或是從小就女裝 喔 欸你們會有嗎 就是 我相信現在看我的男生都是 呃 九十 九趴 九十五趴好了 九十五趴應該是直男 但是 你們小時候 有沒有人比較就是 比較喜歡穿女生的 裙子 的人 露卡 又 被 叫成弟弟嗎 Costco Costco 女腳 算嗎 什麼時候 小事壞事長大之後 才九十五趴嗎 九十八 好了 九十八趴好了 沒有啊 有些人搞不好不是啊 但是可能他不敢講而已 對嗎 那是你自己想還是別人叫你 沒有但小學同學有 嗯不是我是想問你們 對就是 露卡有被叫過弟弟嗎 答錯 我嗎 弟弟 好像 意象中 沒有 對 被我姐強迫當她的娃娃 惡診過算嗎 不算 就是有沒有你自己很想穿的那種 拜託我到高中都穿過女同學制服 小時候一直被認成女人 我沒什麼想法 只是喜歡那個角色 可是穿女同學的裙子的時候 跑步還蠻舒服的 看了九段有經驗 我近幾年有穿裙子 穿漢服的時候 嗯好 那我看聽你們講話好像都沒有 我發現有些男生會羨慕穿裙子 對就是 有些小弟弟 會就是 羨慕女生穿 女生穿那種裙子 可是我不太知道 他們是因為想 喔我很想知道他們長大後 還是喜歡穿女生 就是可可愛愛的衣服嗎 還是 還是 已經不會這樣 對就是蠻想知道 可是我看 我現在聽你們講話好像 你們都不是這樣 中學的時候 罰ゲーム的時候 同級生的裙子 有說過嗎 那是罰ゲーム 中學旅行的時候 我唯一會羨慕的只有捲著女生的衣服 都比較好看 我是跟女同學打讀書的才會這樣 我是羨慕女生衣服的款式 可以挑很多 男生比較少 我以前羨慕但沒穿過 可是男生衣服可以裝好多東西 對 好羨慕他們衣服口袋都很多 喔對啊 我發現很多男生把自己的手機啊 錢包啊 都放在自己的衣服裡面的口袋 可是我真的不敢 有可能是女生衣服的口袋 比男生衣服的口袋小的關係 女生觀裙子 就有很多材質跟款式很棒 是沒錯可是你們會想穿穿看嗎 女生都提包包 今後面有摸摸就給我脫下不遲 女生一定是可愛的衣服嗎 還是給女生穿就算 因為我記得 就是小朋友穿的女生的衣服 幾乎都是可愛的比較多 男生充滿可以不帶包包 女生衣服口袋非常 對很少 特別是裙子 女生可以穿的衣服很多 男生就只有那幾種 如果對我年級的看法呢 沒什麼意見 男生的褲子就像Doraemon的口袋 小小時候女生的スカート 憧憬的男生是有的 有的 所以我會覺得 男生是很喜歡的 男生 女生是很喜歡的 男生 女生 每天 女生 女生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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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知道了 但是我只是粉絲的 是95%以上 是正常的 所以 小时候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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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翻一年高 就是 就是想说 就是我知道的有一些男生 就是从小时候 就对女生的衣服 有崇敬 然后自己也想穿穿看的这样 但我不确定 但我不确定他们是 长大之后 还是对可爱的衣服 有兴趣吗 还是 还是他 后来变成就是中性 比较中性的男生吗 还是 就是单纯好奇而已 衷 对不起 可是我刚刚问大家 因为我相信我 我的粉丝的95拍 98拍以上应该是直男 对对对 我问他们 小时候有没有这样 只是他们都回答 就是长大后 被女同学 罚站什么 对对 就是他们讲的 不是我想问的 所以可能就说 那可能就没有 对对对 为了试验 Luka请借我裙子出 裙子 终枉子 可爱 不艾 哪里 和人的衣服 有多类型 比较 刾到れて 有多些衣服 如果我认识 如果是否 多根本就会 因为我男性的衣服 而且 运动 也很大 男性的衣服 业 I don't know what you like 但是我也不想戴曹操的 所以我也不想戴曹操的 所以我都不想戴曹操的 小小時候女装に憧れてた人 大きくなっても女装に憧れてる人 大きくなっても女装に憧れてる人 多いのかなって思った 大きくなって 好像有些女生國中的時候很排斥裙子 是因為不好走路嗎 看握手衛會不會有人穿給你看 有啊有啊 已經蠻多人穿過裙子 女性のファッションで戴曹操 搞不好小時候想穿 但為了大家的眼睛就習慣能裝 也是有可能啦 對也是有可能 でも多人的時候又跟 可是也有可能這 不知道耶 應該是覺得不方便的比較多 啊了解 我國中也很少穿裙子 我們學校沒有 國中的時候沒有制服 所以大家都穿牛仔褲 長的牛仔褲或是短的 短褲加黑絲襪這樣的人 比較多 在場所有人都會穿女裝給我相信我 握手衛的場合還可以盡情發揮 已經很多人在握手衛穿過裙子 對 所以你不喜歡還是沒有裙子 什麼意思 我說冬天啦 冬天的時候 我這個年代的國中生 因為冬天很冷嘛 然後大家都不太想穿裙子 因為我們沒有制服 所以出去玩 外面打排球 一定要穿 穿裙子比較方便 是比較壞的那種 對對對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我中學的時候 我沒有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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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的中學 休暇時間 都在外面 都在外面 休暇 那些時候,她穿得不動,她穿得不動 她穿得不動,她穿得不動 冬になる時,她穿得不動 短短パンツ 日本的運動服真的是很短的短褲嗎? 你說很像內褲的短褲嗎? 那個是1990年以前的運動褲好像是這樣 所以,Buruma,Taroさん的時代有了嗎? 沒有吧? 有嗎? 我的年代,我國小一年級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人在穿那個褲子 就是時代變了 那個現在不穿,那個就是現在只有coaster才會穿 我們以前的體育服好像真的是Buruma Buruma Buruma 中文怎麼唸 Buruma Buruma 還有某些店 我國小的時候有 喔! 不是 因為我們的體育服學校也是跟台灣一樣規定的嘛 國中的時候就沒了 Buruma 我們戴的帽子不是黃色 是紅色跟白色的 紅白帽 就是這樣穿會紅色 然後反穿會變成白色的那種 還有三年期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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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丸子那樣的媽媽 應該是應該是 以前都教室內不要帶媽媽 中學、高校って一番Buruma 遭遇到時期に消失了 對 なるほどね Buruma 是哪一年期待會 學校によっては 是 學校によっては 他學校では使われてないけど 是哪一年期待會 是哪一年期待會 バレーブってさ バレーブの練習用のブルマ でも本当に ああいう感じだね この時代に言われなくて よかったって思った これ見た瞬間 我其實看過 日本以前的排球隊的那個 普路馬 你們有看過嗎 比平常體育課的 還要更 更刺激的那種 我看這個時候 還好不是這個年代出生 我看一下 好像199、20年代 就開始幾乎沒什麼人 幾乎沒什麼學校 穿那種 普路馬 那個很像比基尼 東洋魔人的時代 應該是 我講日文翻音 網路不穩動一下 我講日文翻音 網路不穩動一下 我講日文翻音 網路不穩動一下 好 我講日文翻音 那我直接講日文翻音 文翻音 文翻音 那是什麼 可惜你沒有體驗過以前台灣國中生愛的 根本三角褲 角度太危險 布魯馬不是跟這個月泳專生鞋差不多嗎 我個人覺得差 有差嗎 很像沙灘排球那種 我想一下 對 現在正在大林選手的 現役時的あれ 好像真的有點像 尊重的這個月是 斑寶石柵 只是布魯馬沒有那麼高有 我看到 布魯馬其實蠻高腰的 沒那麼 因為 其實沒那麼淺 應該是這種 就是很高腰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的那種 很像內褲的比較 沒那麼高腰的 低腰的就是 就是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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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給你們看 有些地方 這種 這種 對 這個的話比較低腰 對 以前學校運動褲的都是高腰的 我以前看MV裡的Luca看了快30次了耶 欸 田徑隊很多 很多 嗯 你隨便查查看田徑隊布魯馬 然後就出現一堆 因為就是他們要跑步嘛 說說陸上競技 但以外 沒有 今天跑比較快嗎 沒有有些 像是 不是只有跑步 就是 跳遠啊 或是 什麼的 對 像是 就是 跳遠可能腿要開啊 這種的話 就是穿這種的 比較方便 對對 跳高也是 沒錯沒錯 應該選手 應該選手都還是會穿 沒錯 現在的布魯馬已經改用過不是嗎 你說 哪一種 這樣不會走關嗎 我不知道 我相信米豬島的布魯馬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台灣人都家都這麼正常 我相信亞設斯跟米豬島是沒有問題的 台灣人都這樣都同樣的 不然 台灣人都這樣 但去台灣人都會比較多 不然 差不多 一個 多種的 感覺 挺 我在台灣的田徑全所是 好像沒比較少看過那種 BURUMA那樣的 那個大概比一般的短褲還安全 對啦對啦沒錯 一般的短褲可能比較容易走光 現在學校穿的跟古代的不一樣 現在學校不會穿BURUMA 只能這樣說 現在學校穿的都是 我現在看現在的學校的運動褲是什麼樣的呢 大衣装衣 直播 運動褲好像都差不多 就是都是短褲 對日本的小朋友的運動褲幾乎都是短褲 台灣的大衣装衣 絕對短褲 長髮的大衣装衣 我看過日本的大衣装衣 以前有人整理BURUMA的衣装衣 台灣就一般的運動短褲 可是我發現台灣的運動褲有長褲 不知道為什麼 日本也有嗎 日本好像 喔有啦對不起 高中以上好像就有 但我不確定這是學校規定的 這個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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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想要 有啊冬天要穿 在说什么刺激 也没有啦 你直接问太郎さん吧 太郎さん高校の頃 長袖の 長袖じゃない ごめんなさい 長袖長袖の体操着 ってありました? いや冷静に考えると ブルムより危险だったなって それね 確かに はい 我发现台湾的话 从小就有 長袖的运动裤 跟短袖的运动裤 あ不是 長袖 長袖 長袖是3E 長袖的运动裤 跟短袖 對 長袖的运动服 跟短袖的运动服 連小朋友都有 長袖のシャツあってよ あ本当? 裤子あ 長袖は長いしかな そうなんか 日本は高校ぐらいからかな なんか小学生の頃 長袖なかったよね 確か 我們高中只有長褲 真的嗎 有沒有短褲 但我們都會混搭 日本女生是不是很少穿真理褲 真理褲 沒什麼人會穿 因為我發現在日本 穿長褲也不會流汗 對 台灣太悶了 所以才會穿那麼短的褲子 高中制服只有長褲 但有後跟寶 我不是說制服 運動服 我們只有分厚的運動褲 跟寶的運動褲 喔真的喔 我高中也是長褲 太熱都會玩上去 小学校はない そうだない 小学校とかみんな短褲 どんなに寒くても絶対 半袖短褲だったもんね 台湾の小学校は 長袖 長袖の運動着と 長袖長袖の運動服と 半袖短褲の運動服がある 馬來西亞の学校絕對看不到 比膝蓋短的褲子 喔真的喔 喔是不是因為比較寶 宗教的關係嗎 東南亞的學校的制服 好像比日本 台灣還要保守 的樣子 雖然那邊比較熱 我們都自己捲成短褲 都自己換成人球褲 有一次夏天運動褲梅乾 穿冬天的差點輪式 有些比較保守 我們運動褲還有20週年經驗版 WOW 是喔高中沒有短褲 好神奇喔 我們是 我們以前高中是 喔 對但我發現有些 有些台灣的高中 他們把運動服當做制服 上學 所以 我們是不會這樣 我們是運動 有體育 有體育的時候才會穿運動褲 運動服 不過有時候體育課會開放自己戴短褲去 喔真的喔 這裡是宗教關係 了解 學弟們 學生會有爭取 之後就改版 不過好像比較長 所以 剛剛突然思い出した 我們在學慮行 我去到Philippines去的時 去到教会 那時候我把髒型的髒型的髒型 我把髒型的人給了一些髒型的髒型 我把髒型的髒型的髒型的髒型 我把髒型的髒型的髒型 我认为有些髒型的髒型 我把髒型的髒型的髒型的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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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髒型的髒型的髒型 Ruka什麼時候去的 打完球再換回運動制服 台灣的高中真的不穿短褲 除了跑步以外 台灣學生最討厭穿正裝的制服 有些學校也規定只能穿制服進出校門 喔對 我們學校就這樣 雖然我們學校制服那麼醜 但是就是規定嘛 一定要穿制服才能進去校門 進出校門 我只知道Ruka討厭高中制服 你們應該都有看過吧 真的很醜啊 真的很醜 但是運動服 我們的運動服也沒有很好看 雖然比制服好看但是 台灣的運動服って奇抜的色が多くて 私の高校は緑色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全身 体操服が上緑下緑 って感じで 制服は 上が黄色シャツで 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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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ートがオレンジ で スカートが緑 而且 雖然是不俗 穿成的 綺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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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也可能會改一段 不過我們的制服外套是日本那種 日本的女生真的會因為學校制服好不好看而選擇學校嗎 有可能因為有些學校制服真的好看 我們學校的都會自己去改制服 改成有腰身 裙子我是自己改 只是我真的很想問為什麼台灣學校制服的顏色都那麼不好看 就是普通的藍色啊黑色白色不就好看 為什麼一定要那個彩色 日本女校多還是混合高中多 混合比較多吧 女校應該是跟台灣差不多一樣 就是沒有到很多 但是還是有 我的更慘卡其色真的很塗 卡其色 卡其色不錯吧 圖示炫耀 想要貼近年輕人的想法結果是這個 卡其色的也太羨慕了吧 卡其色在哪個學校 我看一下 是是 台灣認為學生就是要乖乖上課 制服不用多好看 卡其色 男中 不會出現怎麼辦 那應該是建中 但我是台南人 台灣只有幾間學校有 理工男 建中制服 採一下 欸真的是卡 欸全身卡其喔 喔 好啦比我們學校好啦 高中制服可以找家 齊 女中很棒 台灣市立高中就蠻好看 就是公立的真的難看 難看到不行 我們學校制服跟建中一模一樣 喔是喔 所以不是建中 建中制服不怎樣但就是 喔對對對 他好看不是因為制服顏色 是因為 他的校名是好看 我真的很好奇 RUKA制服是什麼顏色 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我直接講了 我們學校制服是 上衣黃色 然後 蝴蝶結是 綠色跟橘色的 混色 然後 外套是橘色 裙子是 綠灰色 對 然後襪子也是綠灰色 金美女手 不是不是 不是 我不會 你們知道也不要講 對 雖然我相信你們應該知道 呵呵 我覺得那個制服應該是全校最難看的制服 對 對我們以前襪子也是規定 聽說現在就沒有規定 聽說現在 那個橘色的外套跟襪子都 不用穿 超級羨慕 好我知道了 我不會猜 沒關係 因為已經大家都知道了 但不用特別在留言區講 哪個高中哪個高中就好 嗯 時代不同了 金美不醜 我很喜歡去金美 我看一下金美的制服 金美我記得是女中嗎 金美 女校了 對不起 對啊 裙子黑色 裙子黑色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學校都縫了什麼 縫了什麼挑綠色 而且不是 而且不是這種 好看的綠色 是 是 是這個 有點像這個綠色 比這個更灰 喔 有點像這個 有點像這個顏色 對啊 而且外套 欸不是 襪子也是龜 嗯 襪子也沒有什麼 不要黑色 黑色就好啊 為什麼要挑那 奇怪的顏色 北衣的綠色呢 嗯 就是裙子 北衣我記得裙子也是黑色 就 就還不錯啦 嗯 雖然可以 可以更好看 但是 已經 算不錯了 呵呵 剛剛有人說佳琦高中 我看一下 喔 還蠻可愛的耶 藍色 很像水素服的那種 検索したら めっちゃスカート短いけど リアル えっと 写真用だと思います 基本的には あんなに短く 元々もらったスカート あんな短くない 自分で 折ってる感じ そう 我高中看了三年 正妹比較多 韓國制服最好看 韓國制服也要看學校 還蠻可愛的 還蠻可愛的 雖然 這蝴蝶結有點 這蝴蝶結不行 但是 裙子可以 真的跟我之前的 就是制服比起來 真的好看一百倍 嘿嘿嘿嘿 凹雄好看的是三四學校 私立學校的制服好像真的好看 還有哪一家 我之前 國小的時候看 國小嗎 國中的時候覺得好看的是有一個 道家嗎 我看一下 道家複什麼 等一下 道家複什麼的 就是很 很 很普通 喔道家中學 對對對對對 就蠻好看的 喔道家複加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就很 很日式 好像 好像他們也是女中 女校的樣子 不過他們的制服都貴棒 喔是嗎 還有 還有蛋漿也不錯 蛋漿就是 蛋漿可能最好看 我個人覺得 就是在日本不會看到的 好看的感覺 對對對 獨視力不缺錢 蠻好看的我是說 網頁跳出來的制服美女 對 就是在日本制服的 上衣的 上衣的 這服上衣 不太 應該不可能是黑色 對 可是蛋漿就是黑色 對 好看的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台中西民高中很多人喜歡 好看 好看 卻兔鋪功高跟 是下衣的 是黑色 假的 是紫色 覺得嗎 多可愛 挺可愛的 是白色 但是真的應該很漂亮 輕人不看 日本では見られない可愛い制服って感じ そうだねそういう制服だったらいいと思うよ こういう感じでも なんで黄色とオレンジ 台中新民公好 台中 雖然我現在缺 台湾学校的制服 真的没什么用 我已经必然了 Oh my god 这蕾絲 了解 痒痒 好像这边被蚊子咬了好痒 シャッピーで何かで売られてないかな NMV48が台湾に着て制服着て MVを撮った時に着てた制服が炭鉱高校の制服 青銀高中 青銀高中 為什麼你們都那麼熟 呵呵 呵呵 青銀 這個怎麼念 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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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不錯 對 萬方 萬方 萬方不是 怎麼有點聽過 喔 這個不錯 這個裙子還蠻可愛 應該說都 都普普通通 但是其實普普通通的制服就是可愛 嘿嘿嘿 普普通通是最可愛的 瘦山喔 嗯 喔 瘦山好像也有聽過 以前會有高中正妹時中 萬方願格 我每天都能看到萬方高中的高中生 我高中都會看什麼高中笑話節目 看到很多漂亮制服 然後裡面有 如果有我們學校的人 就一定會 一定會蠻好笑的 那 哪一個 哪一個什麼 這個怎麼 什麼 美寶科 中人嗎 這怎麼打 我為什麼要選這個奇怪的顏色 明明就是黑白 然後就 就那麼好看 大同高中 啊 從人喔 其實我覺得真的 一般的黑白藍色 藍色 就好看了 我看一下 大同 大同不是有兩個嗎 是哪一個 是台北 台北那家嗎 LUKA感覺喜歡黑白制服嗎 嗯 就黑白 我個人覺得黑白最好看 專禁 公家 公是哪個公 如果要用顏色的話 一定要設計 一定要好看 可是 台灣制服就沒有 好好的 做 做成那個 喔 專禁 好 嗯 專禁還不錯 對 謝謝博承 當然的賀魯斯莫 好累喔 好啦好啦 我不要在查了 好麻煩 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制服 很簡單好看 其實最 簡單就 簡單好看就已經不錯了 我們學校因為 我們學校因為以前 制服太醜了 所以男生 男生的那個 頂帶也是 橘色跟 綠色的 就是 這樣 不好看 所以 就算是帥哥 應該說 不管哪 什麼男生 穿那件衣服都 會變成沒那麼好看 我們以前是今晚高中 LUKA可以看一下 喔 我不想再查了 反正LUKA現在的制服很好看 對啊 TP的制服 這樣想一想 TP的制服 縱使巨戰 遙遠的制服 就已經 已經很不錯了 誰說很像逃跑什麼的 就好看了 不然我們穿自己的 那個台灣 台灣一般學校的制服 一定會 一定會醜爆 好 好 近溫的格子很特別 好 那我看一下啦 哎呦 風景的 近溫 還可以啊 還不錯啊 而且這種制服好處就是 就算風吹了 裙子不會飄 對 這是一件好事 好 現在是隨便一套 都比你高中制服好看 真的真的 不錯 高雄有個男生 制服是粉紅色 現在是台灣制服檢討會 A字群 對啊 不錯不錯 風吹不會飄 什麼啦 你們在期待什麼 飄不起來 對啊 這樣比較好拔 在這裡 喵 可愛喵 不會飄還能叫制服嗎 樓上的心態很怪 我們高中是 褲裙看起來像褲子 其實是褲子 看起來像褲子 其實是褲子 欸 很好欸 好羨慕 那就不能叫做褲子 所以完全不會曝光 當然其他有高中上 都在樓梯切開 很湯欸 不會飄的裙子要 它幹嘛 就好看啊 裙子不能飄啦 不會飄不飄不飄 全然関係ないけど スカートひらりのミュージックビデオを見た時に なんか私たちのルーマンのMBの方がスカートひらりして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なって思った スカートひらりよりスカートひらりしてるなって思った 衛票一样看不到吧 那就長裙 不衛票的裙子不能出現這世界 反正都有安全褲 Roomer的裙子 欸你們有看過那個嗎 スカートひらりひるかAC的那個MV嗎 裙子漂嗎 那首歌叫什麼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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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更裙白飄飄 反正那個安全褲 我要的是那種飄移的感覺 才不是裡面的東西 TV什麼時候要來這首 確實笑死 我們就是一開頭 Hey Whatsapp nothing nothing 就已經裙白飄飄 Rumor的超飛 對啊 性質不一樣 性質不一樣 確實飛舞 那不算是飄了 那整個是噗 是整個飄起來 是整個拋起來 可以呢 好想給你們看 可以呢 他想抱他 掀起了 Rumor變成裙白飄飄 對對對 記得有看過文章說 這首以前安全褲有些人 所以有些人是點點點 有人就要抱怨過 為什麼要一直看安全褲 對啊 對啊 安全褲 做好一點不就好嗎 不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當然也有很多整圈圈的動作很可愛 好可愛 安全褲還不好看 對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那個安全褲 就是外面可以買到的那種黑色安全褲 Rumor記得腳臉的動作了嗎 11月的腳臉 Rumor如果是安全褲礦的就大聲禮 對 因為我發現安全褲 日本設計 我們通常制服應該好像都是給日本設計的 可是他們不會設計到安全褲 只會設計外面 然後實際上做的 我就不確定是日本做還是台灣做 但我怎麼覺得 是不是日本設計然後台灣做 可能 我猜應該是這樣 但我不確定 所以安全褲是台灣自己選的嗎 應該是 只是有些安全褲 像是我們 那個是什麼安全褲 一單的安全褲嗎 有一個雷 很多雷斯的 有一單的安全褲 好像是從日本買的 就是因為台灣沒有賣那個安全褲 對男生來說其實沒差 真的喔 我的想像力 早就可以穿過安全褲了 危險發言 你們是不是已經可以穿過 什麼意思 你們可以把安全褲想像什麼都沒穿嗎 還是 好了好了不要再講了 只是 烹裙的話好像是 好像是日本 在日本買的嗎 有一個五單的烹裙 是蠻特別就是很刺刺的那種 那個在台灣不會有賣 有雷是太夢幻了吧 真的要繼續聊這話題嗎 不要好了不要好了 不好意思 有點太刺激了 我們我們 我們唱歌好不好 我去拿麥克風齁 十一的教練 一的教練 到現在還 對然後我們七單的教練 跟我們戴的頭飾啊 耳環啊 那全部都是台灣的 對 露凱以後不要直接開深夜台 啊 你說要不要直接開喔 嗯 嗯 不行啦 我 畢業後再想 哪一家裡有業配嗎 應該沒有業配 對 就是可能姊姊他們幫我們找 比較好看的教練 對 其實他們也蠻辛苦的 要找16種的 16種的教練 空港的韓國人的一段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 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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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也太刺激 但教練好戲看不太清楚 真的每個人都不一樣嗎 好強喔 對啊 我們頭飾跟耳環也每個人都不一樣 對 安全褲是每個人都一樣 這是什麼 然後裙子是有兩種 右邊跟左邊 對 有些人是那個灰色的在右邊 有些人是灰色的在左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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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小迪的這邊 小迪的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邊有 亮亮的 那個叫做鑽石嗎 不是鑽石 很像鑽石的東西 對 右邊回答安全褲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聊 沒有啦 唉呦 唉呦 給我一下喔 好 要唱什麼歌呢 好 不然唱那個裙 裙白飄飄好了 雖然我今天沒穿裙子 嘿嘿嘿 實驗教練還看的到那個 舞蹈動作一定不得了 青椒歌 青椒歌 我不會 我不會唱啊 皮蠻太爽 有一分半欸 笑死 這什麼東東 是教學嗎 笑子我發現有1分半的版本 這就是東東東 最新的名字 最近流行ってる《押忍子》 っていうアニメ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の中 テーマがアイドルなんですよ 芸能界かな テーマが芸能界なんで その中に出てきた そうそう日本語です はい 我不會穿這手了 好可愛 ピーマが芸能界 我剛剛看你跳而已 那你會跳嗎 跳什麼 呵呵 我不會跳了 我不會跳 捏鳳姐 好啦 スカート 左邊舞蹈 貸貸有 貸貸有 commun意 因為心臓 偶然のいたずれで あなたとすれ違った 心臓止まり掛けて 我跟美国面赛 我要跟他们一起唱 我要看AKB的歌 今集是AKB48的原点 这首歌 三年前INDIZで発売 AKB的名字一刻 有名字一刻 台曲 本当は 本来 爹 できなさい 不 fermented 衣装 手振り逃走 爹 私 絶対 我 这些人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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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